本次要介紹有關於智慧型數學複習講義 首先我們來觀察一下木次葉的地方 它告訴我們在最下面有個B版補充教材 所以針對A跨B的學生也可以用這本書 去當作一個複習的工具書 那我們會看到當首頁一開始有針對歷年學測的出題頻率 我們在複習的時候可能就會朝出題頻率比較高的 或者是自己比較弱的單元去著手加強 因為出題頻率比較高代表它幾乎你年考 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個裡面的題目去多做一些練習 那比較弱的單元本來就應該要加強它 而在智慧導演的部分 我們就會在這裡面去告訴你說 有關於考試的方向或是考試的知識點 或者就是跟不同單元的行程 應該可能怎麼去處理 大概是這個部分 而在重點我們是以條列式做說明 那也會在每一個立題裡面 都會盡可能的放了一個解題思考跟策略 這個部分是要告訴學生 說有關於怎麼快速地突破自己的思考盲點 或者是快速了解解題的策略跟要訣 比較能夠快上手這個題目 而在最後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它也會有一部分關於學測模擬試題 不管是單選多選填充和合體的部分 然後也會有一個整理 歷近五年的學測試題這樣子 那學測試題我們如果不會的話 還可以看一下真人音QR Code 少了進去就會有真人音講解 而在最後的部分有關鍵的公式跟概念 考前就可以快速地翻閱這裡 跟自己提醒說 我有哪些應該要足以加強的地方 但這本書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像在這個單元直線圓裡面來看 在範例這裡強調的是斜率的概念 那演練強調的是很過定點的問題 那在接下來的這一某年的學測題就考你說 怎麼樣算這個面積 它通過哪一個點一定會面積平分 它其實就是某種程度上斜率加很過定點的問題 或者是像在這個地方 它考的是兩平線距離公式 但它雖然考點是一樣的 但它用不同的問法讓你去做了解 所以這本書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它會把相近的概念都放在一起 讓你一次去做一個良好的比較 那你知道大考雖然考法不太一樣 但它本質背後的概念是雷同的 而在最後的部分我們也會看到 它有一些B版的補充教材 所以一件A跨B的學生你可以看一下 什麼叫黃金比例啊這個部分 但在最後我也想特別去介紹的部分 是有關於它有一個學科能力測驗參考試卷 所以它裡面就可以讓你去做一些練習的動作 然後或者是它有一個填表的部分 而在最後還有一個智慧型的科後練習本 它呢就有將近了25回 所以我們就可以針對每一回裡面來看 它大概一回是有8題做一個科後練習量這樣子 而在這本書的一開始還有一本叫做泛閱讀 是難以跟泛科學的合作 那這本書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呢 它是針對了我們收集了比較時事的新聞去做一些了解 但最近就因為疫情隔離在家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像口罩的部分 或者是像COVID-19的部分 我們就針對文章的內容去做一個出題 這大概就是這本 智慧型複習講義比較大的特色 我會跟他資訊 üzy 我們在看 我們有什麼